這兩分拿下國防隊大概沒什麼機會了 陳建立很聰明 就是往上面拋了 這是被進了延誤比賽 陳建立延誤比賽 所以要送對方上罰球線 而且裁判剛才解釋說 最後兩分鐘沒有警告 就直接要罰球 直接就判了 楊靜敏執行這次的技術犯規罰球 他也拿下35分 國防隊現在從後場來發 但只剩10分 也不是說完全沒有警告 也不是說完全沒有警告